一人小钟出道多年以来 凭借幽默风趣的谈吐 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 他不时会受邀登上节目 与观众们分享生活中的有趣经历 忙着工作的他 也会透过社群网站和粉丝网友互动 近日小钟分享了一段和女性朋友的聊天内容 他透露该名朋友前一晚到夜店玩 起见看到有一个男生一直贴心的帮女朋友挡酒 女方也靠在男生的肩上 看起来恩爱极乐 这时朋友心里想着 如果自己的男友也这么温柔就好了 没想到仔细一看才发现 男子竟然真的是自己的男友 直接抓包对方出轨的场面 对此小钟幽默表示 看吧 愿望一下就成真了 一番话引发网友们报销直呼 朋友应该马上就酒醒了吧 真的不能乱许愿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next month 今天 此一人 呢 去